什么感受啊,教训他 我会害怕吗? 不会啊,我还挺受牛的 如果还是跟我借钱的话 我就会比较警惕一点 近年来,迷魂党活动频频曝光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警方的统计数据和逮捕案例显示 地铁站和搭讪经历中存在潜在的危险 为了应对这类事件 人们开始增加警惕心 并采取预防措施 保持警觉 避免透露个人信息 和随意跟陌生人前往其他地点 是常见的防范措施 在这个开放的年代 被路人搭讪已经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骗财骗色的迷魂党 总是层出不穷 那么,你和你身边的朋友 是否也有遇到可疑的人物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 各个民众的看法吧 不会啊,我还挺受牛的 我,通常我是会保持很强的警戒心 就是不会给他我任何的个人资料 我应该会先看情况 就是如果他是需要帮助的话 他合理的帮助我会提供帮助 我觉得可以联络我们的地铁的保安人员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告诉他,地铁有出现这样的人 假如他在继续纠缠的话 我会到最近的那个保安人员那边去提高 就不会去理他 也不会去跟他多讲几句话啦 朋友都有经历过 主要是我身边也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被诈骗 或者是最近也是有很红的那种 被拐去柬埔寨什么的那些 所以我会很警戒啦 嗯,没有 你是在哪里知道这种东西 呃,Facebook,Instagram,小红树 嗯,如果单纯只是因为可能崇拜的话 我觉得哪里西方式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至于是那种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一直在那边骚扰的话 我是觉得这是起码的 我触犯到底线了 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妥当 因为,如果你在路上就 突然间去打上一个女神 你也未必会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会再遇到他 你可能就是应变之缘 你就去认识他的话 这样,就算你自己本身是没有那个 不怀好意的企图 可是可能对方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嗯,如果是纯粹交朋友OK的 就不要骗钱啦,先啦 一些民众认为 被打上时不需要咕噜担心对方 是不是迷魂党 只需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开危险 一些民众则认为 被打上时应该对路人有强烈的 防备之心 在影片的尾声 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有哪些 防范迷魂党的措施吧 第一,避免言语沟通 尽量避免和陌生人交谈 如果陌生人主动沟通 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 第二,避免肢体接触 尽量避免和陌生人肢体接触 如果一个人行走 要特别注意突然出现的不明温路 第三,建立心理防备 单独行走时 必须保持警惕 遇到温路的人 要马上反论对方 或者离开 那么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